網路霸凌問題一直都很嚴重 在這裡 我與所有的父母們對話 你們 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也許沒辦法消滅網路霸凌 但是你可以藉由以下的方法 來鍛鍊孩子們的心智 孩子剛剪完頭髮 喔!你剪這什麼髮型 喔!這裡是被狗啃到 在Facebook看到孩子的照片 阿你嘴巴 你嘴巴為什麼要 你嘴巴為什麼拍照頭要這樣抿 喔!為什麼 喔!好難看 喔!不自然 孩子考差了 你這個成績是怎樣 阿你是要準備幾千人休息是不是 孩子考得很好 阿你知道阿姨的小孩都是拿獎學金嗎 你這樣子有什麼好驕傲的 當孩子被取笑 你自己要在學校那邊當一個小丑 那這樣怪誰 經由以上的鍛鍊 你的孩子很快就會習慣了所有負面評價 對網路霸凌也有了抵抗力 我是小尾巴 下一集節目我們將會講解如何用情緒勒索他人